制裁者凱西歼灭霸凌 网络审查最近在防犯一部澳洲校园霸凌被制裁的影片 影片中一位中学生被重摔在地 被他长期霸凌的人反击 被霸凌者是16岁的凱西海恩 他长期在校园遭受嘲笑以及殴打 导致他忍无可忍中于回击 他与霸凌者已因打架遭学校休学 网友显然是站在凱西这边 他的粉丝团为他取名制裁者凱西 并奉他为所有霸凌受害者的英雄 但儿童心理学家并不赞成这种崇拜 说凱西被霸凌不应反击 而是应该请老师协助 并说这影片只会造成更多的暴力现象 不过凱西的施暴者可能短时间内 无法再霸凌别人 也进而深刻地了解 狡猾猛不能挑战公鸡的真理 想成为我们的动画人物吗 相关资讯请上脸书 Get Animated Find out more on Facebook 本集成为BI continuer knowing 中厨 咤 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